施瓦布公爵与草尼玛的传说 一、英雄的挑战 施瓦布公爵、普鲁斯王国的创始者 以其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卓越的骑士技艺著称 他那高大的身影总是矗立在战场上 宛如一座钢铁堡垒 公爵拥有一匹名叫雷霆的爱马 和一把锋利的长剑 这是他征服敌人和保护家国的戾气 在普鲁斯王国南部边境 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即将展开 敌人是北方的诸侯联军 数量上比施瓦布公爵挥下的军队多出数倍 面对这样的劣势 施瓦布公爵毫不动摇 他站在军营前 眼神如钢铁般坚定 他挥舞着长剑 发出震天的战吼 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 公爵的精锐部队随着他一起高呼 草泥马的 这个口号响彻云霄 让敌人感到无比的困惑和震惊 虽然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个口号的来源充满疑问 但这丝毫不影响施瓦布公爵的声誉 2. 口号的由来 施瓦布公爵的口号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 很久以前 在普鲁斯王国的一个小村庄里 有一位名叫阿尔图斯的老猎人 他曾经在一次狩猎中遇到了一只神秘的生物 草泥马 这种动物外形奇特 身上布满了奇异的纹路 他的眼神充满了智慧与神秘 阿尔图斯与这只草泥马成为了朋友 草泥马向他传授了一种强大的力量 据说 这种力量能够赋予人们无比的勇气和力量 使他们在面对敌人时毫不畏惧 阿尔图斯在一次战争中 依靠这种力量成功的击退了入侵者 保护了他的家园 他在战场上高呼了草泥马的这个口号 从此这个口号变成为了勇气和坚定的象征 施瓦布公爵的家族在得知这个传说后 决定将草泥马的这个口号继承下来 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更是一种精神的体现 他代表了勇气、坚定和无畏 让施瓦布公爵的士兵们在战场上 能够无所畏惧地面对敌人 三、血腥的战场 战争的号角吹响了 施瓦布公爵带领着他的精锐部队 驾驭着雷霆 冲向了敌人的大军 战场上硝烟弥漫 见光闪烁 马蹄声如雷霆般轰鸣 公爵的军队以无比的勇气和战斗力 迎战数倍于己的敌人 敌人的大军虽然人多势众 但面对施瓦布公爵的精锐部队 依然感到极大的压力 施瓦布公爵挥舞着长剑 带领着士兵们冲锋陷阵 他的战吼声中充满了怒火和力量 让敌人不禁感到畏惧 草弥马的 每当公爵的军队发出这个口号时 士兵们的士气就会高涨起来 他们的勇气被这个口号激发到极点 即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 他们也毫不动摇 战场上 公爵的部队像是猛师般勇猛 每一个敌人都被他们的勇气和战斗力所震慑 四、历史的迷雾 战争结束后 施瓦布公爵的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公爵也因此成为了普鲁斯王国的英雄 他的名字被世人传送 成为了勇气和荣誉的象征 然而 关于草弥马的这个口号的由来 仍然充满了谜团 历史学家们对这个口号的来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无论是查阅凯特王国的古籍 阿米兰联合城邦王国的资料 还是追溯更古老的语言 都无法找到这个口号的真正来源 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民间传说 并不具备实际的历史根据 然而 这丝毫不减少施瓦布公爵的魅力 无论口号的来源如何 他的勇气和领导力都是不容置疑的 他的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 成为了普鲁斯王国历史上最未辉煌的一章 五 口号的传承 施瓦布公爵的胜利故事和他的口号 草尼玛的被一代代人传送下去 成为了普鲁斯王国的历史瑰宝 这个口号不仅仅是一句战争口号 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激励着后人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 在公爵去世后 他的家族仍然继承着这个口号 每当面临挑战和困难时 他们总是高呼草迷码的 以此来激励自己和其他人 这个口号成为了他们勇气和信念的象征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这份精神都不会改变 六 结语 传承与精神 施瓦布公爵的故事告诉我们 勇气和信念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关键 无论面对多少困难和挑战 只要我们心中有勇气和坚定 就能够迎接每一个挑战 取得最终的胜利 草尼玛的这个口号 虽然在历史上充满了谜团 但他所代表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改变 他告诉我们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勇气和信念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施瓦布公爵的故事将继续激励着我们 勇敢面对每一个挑战 勇敢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 七 古籍的秘密 在施瓦布公爵去世后 普鲁斯王国的历史学者对于他的口号 和传说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探索 他们希望揭开草尼玛的这个口号的神秘 面纱找到更多关于公爵的历史真相 于是一批学者们开始翻阅公爵留下的古籍和文件 其中包括一本名为《诗鬼书》的古籍 《诗鬼书》是施瓦布公爵在身前 从一座古老汉墓中得到的书籍 书籍的封面刻有古老的符文 书页泛黄字迹模糊 根据历史记载 这本书包含了许多古老的秘密和禁忌 其中有关于鬼怪和超自然力量的描述 让人感到惊奇和不安 学者们在研究《诗鬼书》时 发现其中有一篇关于草尼玛的章节 这篇章节描述了草尼玛的传说 提到了这种神秘生物的力量 和它如何影响那些与之结缘的人 根据书中的记载 草尼玛能够赋予勇士无比的勇气和力量 使他们在面对敌人时无所畏惧 这篇章节还提到了草尼玛的起源 原来这种生物与古老的神旨有着密切的关联 草尼玛被视为神旨的使者 能够将神旨的力量传递给那些选中的人 在施瓦布公爵的家族中 这本书的存在意味着他们 与神旨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 而草尼玛的这个口号正是这种联系的体现 8.普鲁斯的传说 随着对《诗鬼书》的深入研究 学者们发现普鲁斯王国的历史中 还有许多与草尼玛相关的传说 据说普鲁斯王国的创始者们 曾经与草尼玛有过密切的接触 他们在建立王国的过程中 依靠草尼玛的力量击败了许多敌人 保护了他们的家园 这些传说使得施瓦布公爵的故事 更加神秘和引人入胜 虽然现代人无法完全理解 古老的传说和口号的真正含义 但这些故事依然激励着 人们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 施瓦布公爵的事迹被重新评价 他的勇气和智慧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在普鲁斯王国 施瓦布公爵的传说 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人们以他为榜样 学习他的勇气和信念 每当面对困难时 人们总是会高呼草尼玛的 这个口号成为了勇气和坚定的象征 9.当代的影响 施瓦布公爵的故事和口号 不仅仅影响了普鲁斯王国 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传说被传播到了不同的地方 成为了人们心中勇气和力量的象征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 都以施瓦布公爵的故事为激励 勇敢面对自己的挑战 在当代 许多文化作品中也出现了施瓦布公爵的形象 他的故事被改编成了小说 电影和戏剧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人们在这些作品中重新认识了施瓦布公爵 了解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勇敢的战士 更是一位充满智慧和精神力量的领袖 施瓦布公爵的故事告诉我们 勇气和信念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 成为人们心中永恒的力量 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只要我们心中有勇气和坚定 就能够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 草尼玛的这个口号虽然在历史上充满了谜团 但他所代表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改变 施瓦布公爵的故事和口号成为了历史的瑰宝 激励着一代代人勇敢面对困难 坚持自己的信念 在未来的岁月里 施瓦布公爵的故事将继续流传下去 成为勇气和信念的象征 我们将以他的精神为指引 勇敢迎接每一个挑战 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